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7日23点50分联合报记者 王胜黎 台北报导法务部检查私长王俊丽 昨天说明酒驾借饮治疗 记者王胜黎 摄影分享法务部推出酒驾刑法修正案 除对再犯酒驾指人于死罪定出最高可判死刑的刑度外 另增定 没收条款 只要酒侧值超过0.25毫克者所驾驶的车辆 相有被没收的风险 孔耀等诉讼结束才能确认是否能领回 民间司改会执行长陈宇凡指出 这是最有嚇阻效果的做法 让酒驾者立刻感觉到失去车子的痛 法务部扳酒驾没收条款 定有原则与例外 其中 犯酒驾公共危险 罪者 原则上 下驶之动力交通工具 不问属于犯人与否 没收之 换句话说 如依此立法 不管有无照事 只要酒侧值超过0.25 原则上车辆就会被没收 包括向人借车 租车后酒驾都有可能被没收 法界研判 未来租车契约可能会 加 不可酒驾条款 如租车者酒驾造成车辆被查扣 可能要负赔偿责任等 至于例外部分 是针对可能有过科之余 欠缺刑法上重要性 该动力交 通工具价值低微 或为维持受宣告人生活条件之必要者 的不宣告没收 检查司司长王俊丽说 所谓过科 主要是让法官审着 有些案情轻微 若一律宣告没收车辆 可能违反比例原则 或酒驾者车子已撞毁 残缺 不具经济价值 甚至酒驾者是靠开车为生 车辆没收会影响生计 授权法官有空间可裁量没收车辆是否过科 附有例外 可作出不没收判决 一线刑警察领检酒驾的做法 测出酒册值不及0.25毫克 属行证处罚 警方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将车辆一致保管 待当事人清醒后 于上班日赴罚还领车 扣车与领车的时间不长 当事人可自行掌握 法务部寄出的新做法 是测出酒册值0.25毫克以上后 警方除连人带卷将酒驾者移送法 但 酒驾者短时间内恐怕也无法将车领回使用 可能要在法官判决后才能确认是否领回 新增没收条款如果上路 法定职权由法官处理 法官的判决是诉讼最末端9 驾者车子被扣后 何时可以领回 还要看案子真审的速度如何 无从预断 分享分享留言列印